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希望有弹性 而且他说修法的话才能够迎头的赶上世界潮流 同时我们看到柯文哲今天大家也问到他 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他是非常的支持赖院长修法的政策 还强调说他自己可以连续工作20个月 好 我们看看柯文哲没有杠上赖清德 但是他最近跟绿营的关系也正在变化当中 最近他为了举债的问题又杠上了陈局 结果现在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民进党团干事长刘兆豪在中常会 他就讽刺柯文哲是猪门酒肉臭 陈局又接着酸柯文哲 说他是饱汉不知恶汉鸡 好 现在消息传出来之后 接下来白绿关系又会如何的演变呢 还有众所瞩目的川席会在今天登场了 川普夫妇获得了高规格的礼遇 那么今天的会议是聚焦北韩还有贸易的部分 而中美企业他们签了2734亿合作协议 那么特别的是习近平还祭出了皇帝规格待遇 跟川普夫妇在紫荆城里面最洋派的建筑茶叙 但是到底会不会谈到台湾的议题呢 这当中美国智库研究员易思安 他曾经说过中国解放军有计划在2020年之前占领台湾 今天他到了台湾 那么他也特别讲到说 这个解放军的计划已经做到了占领台湾之后 怎么样清理还有统治 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平民生命财产的保护问题 他说这一点是相当令人忧虑的 真的是如此吗 而川习会对台湾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同时还要看到是烈雷件案 这个案子继续的往上烧 还扯出说有所谓的淡江邦 说有民进党令委提案涉入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要来看看 还有这一起案子呢 他的惩处报告 国防部长冯世宽在下周五之前会提出 而行政院呢也含送这个调查报告 跟相关的卷宗给法务部 所以看起来这个案情真的是稍都稍不完 我们稍后要一一来解读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民进党立委吴炳瑞 委员好 主持人好 各位参加朋友大家午安 好 另外是不当党产会委员杨伟中 伟中哥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 还有高教工会研究员陈伯迁 伯迁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政治评论员余梅梅梅梅梅梅好 倩平好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倩平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珍世维 什维哥好 大家好 好 还包括了民进党台中市党部 执行委员陈玉荣 余荣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稍后呢 台湾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毅 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先来看看有关于一例一休的修法 今天正式拍板定案 高举纸板激动怒吼 全台各地劳工大串联 超过300人集结行政院 为的就是一例一休 甚至放火当场烧起政院版牢击法 激烈手段警方劝阻也没用 我们要向赖清德提出最大的抗议号 更用行动剧嘲讽赖清德 因为政院版一例一休确定拍板 预计12月进立法院审查 立批明年1月底三读通过 通过之后 他们的七天的加班就不进了 赖清德院长 你有听到吗 你是到底在哪里猜猜 抗议团体情绪激动 警方组成人强完全不敢大意 因为行政院里头赖清德 同步上火线说明 我们以事不变来捍卫劳工的权益 而且还要经过政府的把关 再三强调会站在劳工立场严格把关 但国民党立委可不买单 修法的方向通通偏向之方 我们坚决反对 扬言就算法案进了立法院 也会立党到底 看来政院版一例一休 要拼三读还有漫漫长路 我们来看看今天最新的消息 行政院通过了一例一休的修法 当然大家非常关注 这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一开始就由劳动部长林美珠说明 根据行政院通过的一例一休修法版本 主要有四不变 就是正常工时不变 周休二日不变 加班总工时不变 加班费率不变 那么他说还有四弹性 就是加班还有排班 轮班间隔跟特休运用 都是弹性的 在松绑七休一的部分 未来如果有公司 行号呢 这个行业要开放七休一 必须要经过中央主管事业单位 像是交通部啦 文化部啊 还有劳动部的审核指定 经过双重认定之后 还要再经过工会 或是劳资会议的同意 如果是公司员工 在三十个人以上的话 那还要再送当地的劳工局备查 而休息日加班工时 则是从原来做一个小时 算四个小时 做五个小时 算八个小时 改采何时计算 好 工时的方面呢 采工时账户的概念 雇主可以每三个月 为一起调整 每个月最高工时 可以达到54个小时 但是三个月的总工时 不得超过138个小时 轮班休息的时间 则是以11个小时为原则 但如果经过工会 或是劳资会议的同意的话 是可以调整的 可是呢 就是不可以少于八个小时 而至于未休完的特休假 可以延到隔年使用 好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呢 已经拍板定案了 那刚刚也讲到了几个重点 可是在外面 有很多的劳团动员抗议 批评说这个修法是倒退 好 那现在到底 是什么样的情况 争议点到底在哪里 我想是在修法的过程中 各方都会有很多 他的看法跟意见 那其实其中不要被 不对的资讯给误导了 行政院的说明 刚刚这个主持人有讲 他说得很清楚 主要的原则都没有改变 是在弹性的部分 增加了一些弹性 那其实一立一休 从这个去年休了之后 这个要落实周休二日 大家就一直很有意见 那最主要就是在 缺乏弹性的部分 那业界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 但是这个 就我们民意代表在 民间所听到的声音 就是对于这个弹性 比较缺乏的部分 大家不能接受的状况很大 所以现在是这一次 就于劳工的权益部分 那些原则都没有改变 但是在弹性的部分 也增加了一些 就放宽了弹性 对所以这次的修法 并不会导致工时的增加 所以譬如我刚刚听到 老团在那边讲说 这因为这样子工时会增加 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 就是到底他的争议是什么 这个都还有待厘清 那立法院是这样子 立法院基本上就是 大家是合议来审查 我是这样希望 这执政党 尤其是行政院 他提出他的版本 那民进党的党团 当然会有自己的表态 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他是希望再也三个政党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的话 你也拿出你的版本 不要说不拿版本 然后就光用批评 因为这个事实上 这一件事情 对我们台湾的各界 产业界 对于资方跟劳方之间 因为这个法令 这一两年来的冲突 才是很大 那我们希望 能不能透过局部的调整 让他有弹性的选择的权利 可以把这一些整理 尽量来降低 这是我们这次修法的 真正希望的地方 好 刚刚委员是讲说 这修法是比较有弹性的 那院长 赖院长来说 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可是为什么老团不这么认为 老团觉得说倒退了三十年 坦白讲 因为我早上才刚从前面面过来 那刚刚对于这个吴炳锐 当时在去年修一地一 前年去年修一地一修的时候 吴炳锐当时候是 当时候干事长 然后我想大家可能都还有 很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个委员那时候 讲过一句名言 他说当时候民进党提出来的 一粒一修版本 绝对是当时最好的一个版本 不支持当时候的一粒一修 也就是现在要修的这个版本 请不要支持民进党 所以我觉得刚刚委员讲的部分 其实坦白说非常非常的可笑 那我现在讲回来 委员刚刚说 不会造成工时的增加 不会造成过劳的现象 我必须讲 这个跟赖清德 还有今天行政院跟老婆讲的一样 这个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我跟大家讲 今天早上的行动 讲一个小故事 我在私底下跟一个这个护理人员聊天 他说他昨天上完小夜班 11点回到家已经12点 上床开始睡觉的时候 大概已经快要1点了 那今天早上无论如何 他还是要赶到这个现场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间隔轮班 如果休息的时间不够多的话 以护理人员来讲 医护理人员来讲 基本上那个过劳情形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我们都知道 这个医护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里面 过劳情形是非常严重 但他说他不忍心看到 现在这样 本来只在少部分的一个产业 有这么严重的过劳情况 但是这一次的行政院的这个版本 今天拍板定案的这个版本 将会造成多数的台湾的劳工 都会陷入到一个过劳的深渊 大家想想看 如果轮班间隔只有8个小时 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工作到12点 离开办公室 隔天早上8点 就可以再排我的班 大家想想看 8点的这段期间里面 我还要下班 隔天的上班 我还要回家梳洗 然后上床睡觉 到底劳工在这个情况底下 有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达到 充分的休息呢 我想这个基本上 没有什么好辩论的 如果还要交通状况 真的是没办法 但是他有个前提是说 要经过工会 或是劳资会议的同意的话 我必须讲 我必须讲 这个是非常非常二直的一个障眼法 大家如果印象 还有印象还深刻的话 当年台湾在放 当时还是国民党执政 当时台湾在放这个无薪假 很大规模的一个无薪假的时候 那时候的劳动部 劳委会也说 公司要实施无薪假 要让劳工这个 领不到钱无薪假的时候 必须要经过劳工的同意 结果大家还有印象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 非常多的厂商 就在同一个时间 或者甚至不在同一个时间 他把同意书 发给员工之后 叫员工签完之后 交回来 遇到争议 雇主还可以说 你看你们员工自己同意 因为通常都是雇主说了算 劳工说他们有 在这个情况底下 他们有能力 他们有权力 他们有力量 能够说不 那这就是台湾的现况 所以我真的 我们真的真的非常痛心 今天早上在那个抗争现场 我看很多劳工几乎 就是喊到眼泪都快要掉出来 就是说到底为什么 今天一个政府 台湾的公使过劳的情况 每11天12天就有一个人过劳死 但我们竟然的政策方向 是朝向 让全民都陷入一个过劳的状态 这个真的是 没有办法能够 没有人能够理解 甚至包括 我必须讲 民进党过去 在很重要 在帮他朝你相关的劳动 法令相关的政策的 所有的这个智库 所有的学者 在这一次 所有人都站出来表态 反对这一次的立法 我不知道民进党有没有听到 我不知道赖清德 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现在大家很担心 修法之后会不会 没有保障劳工 劳工呢 上班的地方会不会变成血汗工厂 那刚刚呢 其实博先也特别讲到 就是说在过去 其实之前 委员你曾经讲说 那时候就是最好的版本了吗 所谓最好的版本就是比较 那当时在比较 那现在是更好的版本 你听我讲完 当时怎么样比较呢 就是民进党有一个版本 在野党 三个在野党有在野党的版本 当初三个在野党是要两例呢 完全没有 完全不能加班 而且七天假不能全国休假一致 那样子的版本 现在的一例一休 后来推修法之后 是相对最有弹性 在社会上被骂成这个样子 被批评成这个样子 足以证明大家还是不满意 因为不满也不行 那如果是当初是两例 而且七天假没有拿掉 变成休假不一致 那样的状况 是不是会被反弹得更严重 所以从你刚刚的对话 就可以证明说 当初在四个党 在立法院的版本 的确是民进党的版本 最有弹性 那这个最有弹性的版本 拿出来在立法院之后 大家说 这样才不够 这些企业主说认为 他们执行还有自然难行之处 才有这一次的所谓的修法的研议 那现在劳团 现在是过来 全世界有没有哪一个法 修到一年马上就要再修 有没有哪一个法 影响到九百万一千万的劳工 实行到现在不到十个月 然后上上下下执政党 行政院立法院说 来我们再来修 有没有全世界 你找一个这个历史给我 你找一个历史给我就好了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 你找一个历史就好了 全世界我们这个样子 那现在他现在倒过来 他现在说一立一修 这个法不能够修哦 那一立一修这个法不能不修的话 是不是当初通过的法治 现在你变成要接受 现在修的七修一 跟当时一立一修精神 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关系我们先让委员解释完 真的非常哲学 你讲的时候 真的非常哲学 你讲的时候我并没有插嘴 你让我讲完 所以现在老总是讲说 不可以动现在这个版本 不能够动老气法 不能够驾控老气法 不能动这个版本的话 那是不是原来 那一立一修的版本 你现在已经接受了 还是你真的还是不能接受 当时一立一修是民进党 提出来砍七天架的配套作丝 你不要在这边胡说八道好不好 拜托回去搞清楚啦 跟市长 伟中哥伟中哥 我觉得拜托你应该让我发言完吧 他要这样子抢话 你还没有讲完 我讲的时候 我说警察不要插嘴好吗 好 来 博倩 我现在在讲 我现在在讲 你应该从整个立法的过程要去了解 第八届立委的时候提出 大家就协议 要变成周休二日 他的附带的相对的条件 那是国民党执政 相对的条件就是大家休假要一制 那是因为520 国民党败选之后520之前 还没有交界的时候 陈宝基提出 要把七天假就拿掉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落实 对不起 是潘 陈雄文 当时是还没有落实这个周休二日 他就要把七天假拿掉 所以民进党的立法院党的那时候是多数党 在520之前 才把那一个要来核定的那一个条件 那一个 把它审查改审 然后把它退回 所以才有后面的争议 我觉得你 如果要来讲这件事情 不要光只有挑你对有利的部分来讲 应该大家整个历史要清楚的来说明 好 来 伟中哥 伟中哥你怎么看呢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行政院讲的一个是 所谓兼顾弹性跟安全 不过我觉得回到劳动现场来讲 就是说弹性这个事情 不是当然有部分劳工他会需要弹性 但是主要弹性这个事情是对资方有利 那安全是劳工不要要的 那当然也有些资方希望 劳工流动性不要那么大 那所以就回到这个法院来看 我觉得现在劳工团体的质疑比较是说 或者说一般劳工会 他会质疑的会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修改之后有两个所谓把关的程序 一个就是说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审核 对 把关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工会跟劳资会议 那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第一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我们民进党执政以后如何让他在把关过程当中真的能够把关 我觉得这是实物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举个例子 之前碟练花的事情的时候 那时候在争论什么时候才算是架势的工作时间 那时候公路总局局长说 手握方向盘才算 那这个局长 他是一个事无关联 他就是一个没有劳动意识的 所以我意思说 你要增加这个关卡OK 但是你必须让 你必须让这些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坦白讲这些过去常常都接触资方 而不是接触普通劳动者的 所以必须让他真的有劳动意识 知道劳动现场实际的状况 他才能真正发挥把关的作用 那再来就是说 劳动部应该发挥一个积极的功能 就是说你如何去让 我觉得劳资会议是不太能期待 你如何让劳工的组织率 能够大幅的增加 才会让这个劳资协商 是真正能够落实 所以对我来讲 我关注的是说 这个部分 民进党的劳动部怎么去强化 那民进党的行政院 怎么去让各部会 接下来在把关的时候 真的能够做到把关 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来讲我关心的重点 把关的部分其实也蛮困难 那所以现在各界 其实有老板也有劳工 很担心说到时候 对这个劳工的保障 到底够不够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是义美食品的总经理高志明 他就讲说 这一次劳机法修法 对劳工的保障不够 劳工不愿意加班 不应该有任何强迫的行为 劳机法还有在微调的空间 甚至劳动法学界的泰斗 也就是现任劳动部 法规会委员邱俊彦 他也说要走上街头 对恶法说不 他说全世界的劳动条件 只有越修越好 没有往下调的 这次修法已经踩到了红线 而对于行政院这次修法 打算要将加班时数上线 从46小时放宽到54小时 他就说加班时数不够 才需要放宽 可是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 有领到加班费的加班时数 才14个小时 可见有很多的劳工加班 根本就领不到加班费 如今在提高加班时数上线 劳工只会越做越久 然后越辛苦 还有就是南部人 真的比较喜欢加班 今天高雄市产业总工会 也呛吓说政府说南部人喜欢加班 他们来自于南部 我们就不喜欢加班 也不想要过劳 因为去年工总曾经说 南部人不喜欢周秋二日 喜欢加班 所以刚刚是产业总工会 理事长就说不喜欢加班 没有劳工想要年轻的时候就过劳 年纪精英就被操死 第一新问题怎么是 让劳工多赚加班费 应该要透过基本工资政策 提升劳工薪资 好市委怎么看 因为今天也有一些蓝营的委员就批评说 你们这个民进党 说民进党是扔头青骨 是这个样子吗 我必须要这样子讲 当时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2015年4月23号 行政院院会通过的一个版本 就是全面周休日 那个周休日就是跟公务人员一样 是两休的 那两休的时候 那把七天假拿掉 去年4月份送立法院备查 如果备查完了之后 通过了全面周休日 那七天假才拿掉 所以说在去年4月以前 那七天假是都有放的 那刚刚吴秉斗委员讲说 国民党是先把七天假拿掉 你没有经过立法院同意 七天假怎么可以拿掉 那我同意 刚刚柏谦所说的 你民进党各人做到各人当 你为了要把七天假拿掉 然后你想出了一个一例一休 跟国民党不一样 国民党会在野的时候 会讲两例 我相信 是监督你执政党 那个时候在野的主张 你那个时候 你那个时候要酸平 立个劳团讲说 一定要失职 失职周休二日 失职了周休二日 不就是两例吗 那你如果说 当时的一个两休 然后把七天假拿掉 那我相信 那七休一的一个函事 没有废除掉的话 你如果把劳工的一个薪资 给提高 我相信 甚至于你当时可以 承诺到你选前在野的一个主张 讲说七天假 你不要让他拿掉 那我相信今天 没有这些事情吧 那你今天为了要 把那七天假拿掉 然后你一例一休 那时候强调对劳房讲说 不要让他们过了 所以说才会有一个超商的 一个店员 连续上了12天的班 然后你当时的郭芳育部长 就出了一个解释力 就把那个韩市给拿掉 然后七休一 那今天当时国民党的一个版本 就是把七天假拿掉 然后全面周休二日 46小时的一个 每个月加班的时速 往上提升54小时 你民进党反对 那我请问 你现在讲说 让在野党提出主张 那在野党提出了版本 你又不知道怎么通过 那在野的一个主张很明确 我昨天跟蒋旺安委员 也就是这一次 这一个劳基法 我们党团的一个召集人 他讲的 如果说 你要把11个小时 变成8小时的话 强力捍卫 绝对不同意 然后你推给劳资 资方 当然怎么样子 劳方也都会被压榨 就你从刚刚柏谦讲的 上到12点 明天8点又要上班 像动会掉 那今天 如果说你可以 本身这一个11小时 我相信是在野的一个坚持 还有你这一个工时 三个月138小时 然后每个月上线54小时 那你跟当时国民党的主张 46小时变54小时是什么 你弹性 弹性便宜的资方 如果假设 到时候如果说三个月 你前面30个小时 后面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54小时54小时 第四个月第五个月 也是54小时54小时 第六个月再来30小时 劳工在当中这一个地方 他连续上了四个月的54小时 你给他便利 反而让资方更方便 对不对 那你七休一 当时的林美术部长 在今年年初三月不是有讲吗 有四周的弹性公司 八周的弹性公司 你可以去做申请 那为什么现在要执意的七休一 那你违背你当时要给劳工 不要太过劳 所以说我会觉得讲说 民进党你当时的主张 跟你现在执政做法 今天一例一休 真的我赞同国家讲的 你为了要把你这个七天假 给消除掉 你自己扭出来的 你个人做的 好 这个一例一休 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反台 那现在修法 修法当然 你要怎么样做 能够做到完善 其实也是不容易 那我们以这个政治面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呢 行政院还要面对的抗议 除了这个劳团之外 还有党内 党内有很多的委员 他们其实也对这个修法 是有些疑虑的 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解决呢 还有呢 有一些劳团的这些 这个成员就觉得说 现在民进党感觉上 好像背叛了他们了 那个建民 其实赖清德院长 这一次处理一例一休 他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就是说他肯负责 而且有担当 他快刀斩乱马 不过我觉得 在这么快刀之下 其实还有一些空间 其实他大可以 再多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再多听一些声音 再来做决定 说实际上话 劳基法这一部法令 其实本身就基本上 是很荒唐 就是说 你把财团大企业 或者国营事业 这种上数千人 甚至上万人的企业 跟中小企业 数百人数十人 甚至微型企业 各位数字三五位员工 这样全部绑成一块 把制造业服务业绑在一起 本身你就要绑在一个劳基法 本身这就是一个荒唐 因为大家这个行业 都属性不一样 可是这个东西 是过去国民党 长期执政以来 所留下来的 那这是一个贡业 那么所以这样的法令 当然只能就是怎样 就是说一个最大公约数 那最大公约数 我觉得我们应该 溯及一开始 原先为什么要修 因为我们台湾就是劳工工时过长 我们超过两千个工时 在日本先进国家 大概一千六百八 一千七百五左右 确实我们工时过长 所以我认为说 既然我们倾听了多数小企业 微型企业 占百分之九十七的企业组 他们的声音 这一次我们的修正 希望有弹性 因为这些微型企业 小企业 他们在资金调度 员工地补 税务申报 或者政策变动上面 这些小企业 微型企业 没有那些能力去应对 他们不像财团 所以很多小型企业组 他们这一次讲 说不要说周休二日 接不到单 什么工作都没了 周休七日也没关系 所以我们这一次 民进党政府 就是听进去的这些声音 我们认为大家 同样在一条船上 先让占百分之九十七的 中小企业 微型企业 他们能存活 那至于后续的 其实我们民进党 毕竟一定过去 就是站在劳工的立场 我认为后续 要去做的有几样 就是说这七天 这七天的假期 我认为在下一步的目标 应该就是要恢复 因为先前我们民进党 会同意取消七天假 是有其他的配套 而且过去的七天假 修的名目很奇怪 是 什么光复节 什么讲功诞成 那我们可以不以这些名目 甚至这些假期可以调配 调配在各该 或者下个星期的周五周一 不会说中间很贸然的 突然礼拜三 礼拜四去修一个 前步朝春 后步朝天 不会这样 所以只是假期去调整 但是我认为这七天假 必须还给劳工 所以你也认为这七天假 应该还给劳工 对 那这一次赖院长的做法 实在是不得已当中 其实最好 最圆满的一个做法 就是先让小企业 微型企业能够存活 就是我们着重在弹性的调整 但是后续对劳工权利 民进党还是会站在第一线 好 民进党还是会站在第一线 但问题是现在很多的 劳团的这些成员 大家就担心说 现在民进党是不是执政了之后 就背叛我们了 这个部分总要解决吧 党内的声音要解决吧 所以要倾听 要沟通 我先讲七天假恢复 可以 不过调配名目也可以 不过当初为什么会收回来 因为怕一国两制 还记得吗 公务员 没忘劳工有棒 所以如果要恢复的话 你要解决一国两制的问题 那一般人可不可以接受 公务员再加七天假 这恐怕要跟社会沟通 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还有意见 就是说我觉得轮休 十一个小时就是十一个小时 不应该有例外八小时 我个人也是这样 你觉得说不应该说 经过劳资协议就可以当小时 因为老师说 确实在台湾 工会的力量太薄弱了 太薄弱了 这长期过去 老师说这佛民党执政的时候 就有意地打压工会 所以劳资是不对等的 那你资方不能 今天我为了要节省成本 我今天有这个例外 我可能就开了这个例外的门 劳方是非常弱势 怎么来跟你来谈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就是十一个小时 如果你因此人力不够 对不起请你去多雇佣人 真的要让劳工充分休息 至少休息足八小时 是 这第二点 可是第三我必须要讲 大体我真的是肯定 说实在话 我自己常常有时候往中南部跑 我真的是越到中南部去 越接触中小企业 尤其是微型企业 那个要修法的声音就越大声 老板说他们真的 感单 他们真的雇不到人 他临时要找临时聘工 也没有办法有那些熟的技术 那你另外一方面 劳方来讲也可怜 就是丁辛华的悲歌 根本知道要解决薪资的问题 可是也很多劳工跟我说 他们真的想加班 连加班都没有机会 甚至有劳工说怎么样 下了班以后 他们就到另外一家公司去 再去加班 你知道吗 躲避连续加班 就让他们增加劳累 甚至有小工厂就把门关起来了 因为大家做争做会 那躲避劳减 结果健康更不好 所以现实的状况就是如此 我觉得就是要给一些企业弹性 但是要保障劳工的权益 这是第三点要来讲的 那最后我就要来讲 就是说我觉得再怎么样 大家的话都可以听 可是国民党的态度 我非常不能接受 我今天必须要很明确的讲 当初陈雄文 他要拿掉那个七天 请问一下 那时候有说半年 给三天办特休的这个配套吗 没有 有特休和地缘的配套吗 没有 有加班前两小时 一点三三 后面再一加一点六六吗 没有 那你们国民党要两立 现在突然间又变成一副 慈眉项目的样子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大可不必如此 有没有真心的为劳工 我觉得大家 就像世间议员所讲 要取一个最大公约数 如果我们都取一些 最极端的案例来看 其实看不到台湾整个事情的全貌 那所以在这边 劳团出来抗争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那这个时候民进党政府要记取 上一次修法的时候 我坦白讲 我觉得那时候跟劳团的沟通 耐心都是不够的 这次要记取教育 好好的来沟通 不管是对打法 还有对劳团 对资方 怎么样给企业弹性 怎么样保障劳工 真的是有几后没人后 所以大家就是要取得一个 最大的公约数码 好来 我想修改劳基法跟一立一修 从去年上路以来 争议不断 那也造成劳资双方 其实已经变成对立的状况 其实刚刚博谦讲到一点 我感同身受 我的家人他就是护士 其实我觉得在一立一修上路之后 不仅是没有保障到 护士人员他过劳的这个状况 就是现在公使过劳 全民过劳 甚至护士 我讲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 他如果一个月上班时速 是190个小时 但是他规定你上班时速 170个小时 但是因为过劳的状况 还有人力不足 所以很多护士上班时速 变190个小时 差额的那20个小时 医院有时候是不让你放假 他是告诉你说 你直接把这20个小时 卖给医院 医院补钱给你 他不让你放假 那所以我们一立一修上路之后 其实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所以医院或者是其他行业别 还是有很多方式是 对劳工不公平的地方 那再来 我想我上个礼拜天才在台中 就是我出生长大的选区 台中市中西区跟很多的中小企业主 尤其是汽车求配厂的老板 做一个座谈会 他们跟我讲 现在假日真的请不到工人 他们要修车请不到工人 甚至老板要自己下去修车的时候 还要怕老捡进来 那个铁门要拉下来 不敢发出声音 他说只要一听到有人来敲门 他们都会先把那个铁门的洞打开 看外面是不是老捡的又来 我觉得如果政府已经到 什么事情都要介入的时候 其实会让民众觉得 你应该说政府应该抓大方向 不应该用政治力 所有的面面都要介入到 民间的企业里面 其实会让不管是劳方还是资方 第一个没有互信之外 政府的运作也不会顺畅 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提 其实台湾过去都是中小企业 撑起这个所有的中间的力量 所以我想这一次一利一休 如果改了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呼吁资方兼顾之 资方要弹性之外 劳工的权益也要被兼顾 好我们稍后要看到台北市劳动局 他们则是认为说八个小时轮班间隔的话 可能会危及到公共安全 我们稍后来 我们也要来听听劳方怎么说 我们休息一下忙回来 一利一休 修法已经确定了 但是我们看到劳团的部分 他们还是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甚至也有人觉得说 民进党这样做的话 好像在背叛劳团 我想还是这样 我觉得几个概念 我们很常把它混在一起再讲 我觉得可能需要厘清一下 第一个是 现在在修的叫做劳动基准法 它是修一个劳动作为人 你比如说休息这件事情是最低标准 所以它不是最大公元 它是最低标准 另外一部分 其实刚刚很多人都提到说 台湾是一个以中小企业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形态 所以好像听起来是说 希望给 透过修法这个弹性给中小企业 可以有相关弹性 但我真的觉得 也许大家需要去考清楚说 如果你要给重要一些弹性 你要以企业聘用人数规模 做不同的相关规范的话 这一次有没有这样定 没有 它是全面性的开放 它有没有在里面定说 我如果聘用在五千人以上 或五百人以上 我有另外一个其他的相关准则 没有 一样 它还是维持劳金法 从1984年以来的一体势 而且我刚刚讲了 之所以要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重点不是 不是从所谓的经营的弹性 或者你经营的需求出发 它是从人作为一个 我的劳动脑 我作为人 我要得到充足的休息 我要有相关的这个 比如说我要有足够的薪资 才会有最低工资 等等等 是由这个来的 它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 我们如果搞混这个状况的话 就会变成像今天 当我们在谈说 好像要给中小企业弹性的时候 结果你的开放是全部开放的 你开放之后 你说你要给中小企业弹性 你这样修法之后 大企业上万人以上企业 能不能适用 一样可以适用 那请问一下 差异在哪里 差异在哪里 我能不能说你这样开放 对中小企业 一样是不公平的 其实一样嘛 我说逻辑是这个样子 我还是回来讲一下说 到底为什么 劳团非常愤怒的原因 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 已经不是背不背弃的问题了 劳金法在民国73年 1984年 那个还没解研 那个年代的时候 在美国压力底下 他修法通过 他定了这个法 今天的这个版本 非常多的条文 它是比在当初定的时候 1984年 民国73年的那个 还要再更糟糕 我跟大家举例 加班上线46小时的时候 如果大家去看 他从民国73年以来 他就是46个小时 三十几年来 有没有职方要求要调高 有哦 也历经过了民进党执政之前的八年 一样 但在这一次一次的放宽 七休一样 是这个状况 规定七休一的精神 我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说 每工作六天一定要休息一天 一样在这一次开放 所以我觉得 我没办法理解说 民进党为什么可以接受 自己现在修法的版本 退回到比民国73年 戒严时期 国民党定的这个版本 还要再更糟糕 这个是我觉得 劳工没办法接受 也没办法理解 所以劳工 他们现在是很愤怒 觉得说整个修法是逗退路 那我们看看台北市劳动局 现在也提出一些意见来 他们认为说 八小时轮班间隔 恐怕会危及到公共安全 好 我们看到 他们这个台北市劳动局 提出了五点修法意见 分别是 以价质量消失后 应有替代政策 不利于降低年度总工时 全行业降低轮班间隔到八小时的话 这可能会危害到 劳工的健康 还有公共安全 劳资会议监督没有罚则 形势大于实质 还有劳动条件变更送 地方政府备查无效 更何况还会虚耗人力 那么台北市劳动局认为说 这一次修正草案 要删除休息日出勤 拟制工时 就是做一给四 将会导致以价质量的效果消失 另外对于调整轮班间隔到最低八小时 他们是觉得说 这样会让劳工休息 以及可运用的时间都降低 更可能会危及到公共安全 不过这是劳动局的意见 但是柯P又怎么讲呢 今天下午柯文哲也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是说台北市政府的态度 是尊重立法院最后的修法结果 他不喜欢法令订出来 还有宣导期辅导期 搞得无所适从 至于劳动局长赖湘林发含中央 是基于专业实务的意见 那他自己呢 则是支持赖院长修法的政策啦 而且呢 媒体还问说 那你可容许台北市政府管辖的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连续上班12天吗 柯文哲回应说 我不算啦 我是可以连续工作20个月的 我还是尊重修法结果 好 所以我们看看 柯文哲讲的 跟他的劳动局长 讲的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 其实倩比 柯文哲在这个劳动政策上面 他一向没有中心思想 他可以工作20个月啊 连续的 他跟他的劳工局长 其实这个劳工局长不错 赖湘林其实他当初是iVoting 这个网路投票出来 他确实 赖湘林说实话 这将近三年来 劳工局长的任务 为我们台北市劳工 很多受到这个压抑的事情 他确实做很多平反 但是柯文哲啊 其实私下是非常不挺赖湘林的 其实赖局长 劳工局长在我们台北市内 做的很多劳动检查 私底下被柯文哲啊 是扯后腿 为什么 柯文哲在市政会议上 或者私下 他都希望说劳动局 不要去做过多 过繁杂的劳动检查 结果这一些是有利于资方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柯市长他没有资格来谈论 所谓的劳工条件 因为我认为柯文哲在各方面 不但没有中心思想 尤其在劳工这一块 我认为柯文哲没有他的终极 理想跟目标 他是风往哪边吹 他就往哪边跑 他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认为说 柯文哲最后又吃了大家豆腐 他说他没差啦 柯文哲他说 像他是可以连续工作20个月 说实话像柯市长这样的工作品质 不要说连续20个月 你连续两天大家都受不了 台北市政府32个局处 32位一级的局处所长 到现在走了24位 超过三分之二都离开 留下来的或者继任的 现在都还在忍受柯文哲 他们认为在等待13个月 在等待一年一个月 大家就逃出生天 这一点柯文哲你不清楚吗 所以柯文哲他不要一味的说 他可以连续做多少个月 这些话不但是在附和 附和柯文哲背后的金主 附和背后的这些企业 而且这些话是空话 毫无任何意义 以你柯文哲这样的工作品质 我们就是认为 劳房讲的对啊 我们要强力捍卫劳工的工时不能过高 否则就会像柯文哲那样子的工作品质 好 我就跟你怎么看 柯文哲他这时候他就讲说 我可以连续工作20个月 就是像刚刚议员讲的吃豆腐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政治人物讲话 你要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场合 是什么样的脉络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当时是议员在问他联合医院 就是说台北市市立医院 他的轮班应该如何 对 可以连续上班12天吗 所以这个时候柯文哲应该回答是 他对于劳动政策的信念 应该是什么 但他回避了这个问题 他去谈他个人可以工作多久 这是他个人的生命价值 那意思好像就是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 那12天没什么差 对对对 所以我意思是他是完全混淆两个层次 我觉得这样的回答是 坦白讲是大有问题 就是说你个人当然那是如何 可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作为一个首长 你应该 当然他问你劳动政策的时候 你应该是回答你的这个事情 你对劳动政策的看法 那所以他说 所以他这个意思 其实潜在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都可以工作20个月 20个月是很离谱的事情 那是快两年 12天算什么 这个意思 那现在回来了 就是说前一阵的柯文哲 已经开始在起跑他的选举 那他就说他的竞选主轴 就四个字叫做进步价值 各位 工作20个月 叫进步价值 连续工作20个月 到政府 所以我觉得 我看不懂在干嘛 那当然了 对我来讲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赖乡林是反对 一例一休 应该讲 反对这次劳基法的修改案 好 那柯文哲说他支持 那请问一下 那台北市政府到底是什么 那所以 当然 网路上就热烈讨论 所以柯文哲后来 幕僚也提醒他这个事情 所以后来 晚上又发一个脸书 表示说他挺赖乡林 可是从到尾 就是一个核心东西看不懂 就是说你柯文哲到底的 劳动政策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那你的进步价值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柯文哲 自己常常 点三倒四的问题 好来 简单补充 他有什么价值 柯文哲最大问题是 他根本没有中心价值 什么叫进步价值 那只是一个华丽的竞选扣 好 我觉得柯P今天会这个样子是 很简单 他的初心 他就觉得说 他应该修法吧 他大概也听到一些抱怨 那 可是呢 这个网路一讨论 不得了了 年轻人 应该很站在赖湘林这边的 所以他也知道 他很重要的是年轻的选票 不能得罪年轻选票 所以赶快脸书发文 又挺了赖湘林 那所以在这方面 他是要刀切豆腐两面光吧 两边讨好吧 是不是 那这里面说来说去 你如果说 硬要问我说 他的价值是什么 我给他两个字 选票 哪里拿得到选票 就是他的进步价值 所以投机 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中心价值 这就是显现在柯文哲 为什么你看他的 这个政策没有一致性 他的也没有什么信念 他的这个思路政策 也没有一致性 那他可以对 这个到底是哪个是朋友 哪个是什么什么对手 也没有一致性 因为一切 看选票的利益在哪里 他就往哪里走 这个就是柯文哲 他的本色 好 所以他是不是都看选票利益 我们稍微回来要来看到 柯文哲最近不是杠上了城局吗 结果昨天 民进党中常会的时候 就有人在酸柯文哲了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来 我们来看看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杠上了高雄市长陈菊 然后昨天陈菊出席民进党中常会的时候 他就批评说 台北市是有钱人 不知道穷人的心酸 饱汉不知恶汉鸡 那么柯文哲后来就回应说 讲实话就被K 但是还是认为财政纪律问题 是要处理的 然后后来陈菊在镜头前面 他没有多说什么 他是说祝柯市长高票连任 公宅开工立平有感政机 柯文哲要连任 和民进党关系也备受关注 但近来因为居债问题 柯皮又杠上绿营县市首长 方号民进党中常会 刘正豪率先发难 讽刺柯文哲是猪门酒肉臭 高雄市长陈菊 更罕见重话批评 柯文哲是保汉不知恶汉鸡 不知道别人肚子饿的痛苦 台北市作用大量资源 有钱人不懂穷人的心酸 还好啦 还好啦 你一样中央 中常会全部都在盖条例 那也没办法 这个有时候讲实话 就会被K 没办法 他说你有有钱人不懂 就是穷人的故事吗 我也不是很有钱 好啦 下一题 你有觉得北市府有出门 有了错 那我还好康 我们对柯皮没有评论 谢谢 那我们要祝福他到标准任 成局镜头前维持风度给祝福 但听来有酸意 南北开战 全英日前柯文哲提及 高雄市举债2600亿 未来谁接成局的位置都很难做 如今成局被惹毛了 柯文哲却服怨改口 举债是这样嘛 财政距离还是要处理的 不然如果 其实我跟你讲 如果让大家 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一直下去 其实到时候举债会出问题 过去柯文哲曾大赞成局温暖 两人多次同台互相拉抬 但南北之间先由一卡通争议到举债问题 两人昔日友好关系 怕是回不去了 三新闻 张一口专心 退步道 好 柯文哲的态度是不是常常变来变去 我们也从赖湘林事件来看看 好 因为这个劳基法修法引发了关注 然后台北市劳动局长赖湘林 他就特地去喊给劳动部说 修法的版本有很多实务上执行的疑虑 而柯文哲昨天深夜的时候 特别在脸书表态支持 但也让外界不解说 他到底立场是什么 今天上午他就说 希望外界不要再误会他 炮打中央 放狗咬人 他说他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希望法令公布了就要执行 不要公布了一个法令 从头到尾都没有执行 那干脆修一修算了 那他今天最新的态度是说 他是非常支持赖清德修法的 不过我们就看到他的态度问题 他之前跟绿营是非常友好的 那最近他不知道怎么搞的 一直杠上绿营 而且为了这个举债的问题 他也杠上了城局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民进党的中常会 谈到这个话题 我想这样 把那个情绪性的字眼拿走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 台湾的各地方的地方政府 他到底资源分配上面 均不均衡的问题 那大家知道台北市的人口大概260几万 但是他却拥有最多的统筹分配税款 那当然这个是历史的遗迹 当年是用省跟这个直辖市去分 那台北市又是首都 所以他得天独厚 他当年的这个统筹分配税款 金额就多 所以他在一路的发展上 我举个例子 像这个捷运的建设 我看过统计资料 到目前为止 台北市已经得到中央补助4000多亿 那高雄市相对只有1000多亿 所以这中间就有3000多亿的落差了 那台北市的公共工程 基本上进行的比较OK的 他的基础建设 基本上大致都不用再花多大条的钱 在这样的状况下 柯P的确也很努力 他上任之后 能节省了他节省了 然后还债 还债 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是好事 但是就是说 你花了多少钱 得到多少成果 市民也都在判断 其实就站在市民的眼光 如果你这个政府有举戒 但是你施政的成绩很好 大家给你肯定 举戒不一定是错 有的时候是 只要在你那个法定的 那个在线的范围内 那你能够充分的去 创造出利润空间 我举一个例子 当年台北县政府 苏正商的时代 那时候 一开始有很多的土地重化案 包括林口的新市政 三峡大学城等等 那时候 你要来做这些重化的时候 你要做一些工程 你要借钱 所以就去跟银行借了几百亿 国民党也在批评 说你借这么多钱 但是大家知道吗 土地重化完之后 后来 底废地拿到之后 因为刚好也 房地产上涨 所以后来 台北县政府光去标这个底废地 不仅所有的债都还 借了债都还完了 还赚了很多钱 现在变成 那个重化区的这个 可以再做了 银建基金的一些基金 可以来做建设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 很难 每一个地方的条件不一样 你很难说 用说 你为什么我这边可以还债 你那边还要取借 因为要个别的地方不一样 不过我觉得 台湾的人其实是很忠厚善良 你对于市政到底 花了这些钱做得好不好 市民是一个总体打成绩的概念 你现在看 如果高雄市局界 然后他没有什么成绩出来 高雄的市民一定会反弹 他的民调就不会高 那你台北市 如果你有这个空间可以还钱 那你的基础建设 如果可以做得更好 大家也会给你拍拍手 所以我是觉得 柯市长在这件事情上 他应该能够体谅 每一个人所要 要反的机会不一样 不要只用自己的标准 就要全部的人都受冠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市政科 现在这个柯P 他为了瞧预算的话 有没有对你们 就是比较放低一些身段 我觉得他这么做 如果只是为了他个人 很偏执的乱编一些预算 那么要议会来支持 其实我们议员是眼光 看得很清楚 我们不会随便的 就跟着柯文哲起舞 不过我简单报告两点 第一点 柯文哲损成局实在毫无道理 台北市人口270万 高雄市比台北市多了7万人 277万 这三年来平均 台北市的预算是 每年大概1700亿 平均每一位市民 6万2的建设费 高雄市只有1200亿 平均每一位市民只有4万6 也就是台北市 平均得到的资源 是高雄市的1.4倍 多了四成是多 但是你看 成局的成绩 它是稳坐第一 而你柯市长 你的市政成绩 你是净陪莫坐 所以光这一点 柯文哲就没有资格 随便批评成局 好 士维哥 那你觉得 这个白绿的关系 是不是越行越远 简短就好 我也觉得假说 柯文哲市长 你就走自己的路 你不要说 你不要再跟绿营合作 希望他每年都力量你 那你现在在批评绿营的人士 甚至于你在讲说 这一例一休也好 或者是讲说 这个统头分辨税款 然后各地方的一个举债也罢 你可以批评 但是 你不要告诉我讲说 这是你跟绿营合作的一种模式 对不对 我会觉得 如果说你坚持 我每年 我就不希望民进人力量给我 我就是要参考台 你民进党也拿人 你国民党也拿人 甚至于你时代力量也提论 我感觉你有价值的时候 你说这样很好 有价值你就自己选 对你就自己选 你就自己选 不要再寄往讲说 我会观风向 我看到赖静德民调高 看到赖静德院长 有这个所有的一个行政资源在手上 你不敢批评他 你的一个这个劳工局长批评的时候 你就讲说 那还没关系 对不对 不要这样子吗 我现在西瓜我大屏 你都是西瓜党 对不对 我会觉得说 每个地方的一个统头分辨税款不一样 你不能说 你任劣 你省了多少 郝龙斌在103年 编列104年的时间 八卦会给你 但是你也要不要得了便宜 不要管 不然这样 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 我想我简短的说 从柯市长的这个言论 住在中南部的人感受最深刻 不要再用天龙国的标准 看待整个台湾 我想不管是高雄市乃至于我们台中市 地方建设都还有很多需要发展的地方 我们的地方建设 不如台北市的发展跟它的前进 所以我想高雄市举债确实很高 但是不要再用天龙国的标准 看中南部的人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真的不要再用这种天龙国的标准 来看中南部 我们稍微来还要来看到 有关于这个川习会 现在全球众所瞩目 那么现在这个川习会 聚焦在贸易跟北韩 当然大家很关心说 那会不会讲到台湾呢 重头戏今天登场 然后我们稍微来也要来讲到 是有关于这个川习会的部分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